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Tony 我今天的台北突兀旅行 要在大道城散步一整天 就從北門出發 貴德街 這條狹窄的街道 曾經是台北最早的陽樓街 屁建於清代流民船主政的時代 當時大多數在台北的外商 及領事館都集中在這附近 現在的貴德街 被形容為是 沒落的貴族 千秋街店鋪到了 清代貴德街的南段稱為千秋街 大道城千秋街店屋 望春風座詞人 李林秋故居到了 西陵北路86項4號 李林秋故居 望春風獲選為台灣百年歌謠的第一名 也是票選觀眾最喜歡的台灣歌謠 也是票選觀眾最喜歡的台灣歌謠 李春生紀念教會 李春生是台灣茶葉巨子 他協助英商陶德 成功拓展台灣烏龍茶的外銷 被尊稱為台灣茶葉之父 警記茶行 陳天來故居到了 警記茶行 陳天來故居到了 封面前夜 快點 有些人 在高爾街的內衡 說明 既然想會 正最節優惠 剛剛 他在回合 他被告了 台北桥到了 我要从这边 绕回到迪化街 温暖的温暖 大道城孤仔到了 日志初期 孤显龙取得台湾官研专卖 在淡水河畔建筑岩管办公室 及后洞三层楼住宅 05湖本馆 这里是嫡化街最早的第一家店铺 创建于清朝咸丰元年 1851年 台北峡海城华庙道了 台北峡海城华庙道了 我现在在大道城游乐市场 现在中午12点了 那就先用餐下午继续逛 我现在在大道城游乐市场 现在下午1点钟 我要继续我的大道城徒步旅行 还尽布 沙路延 海市场 海市场 ออก 海市场 海市场 林津 山 海市场 水 新芳春茶行 新芳春茶行 逸美食品门市 1916年蔣卫水在太平亭三丁目28番地 就是现在延平北路二段的义美门市 开设大安医院 大千百货 法祖公庙 法祖公庙的对面是天马茶房的旧址 228事件的爆发地点 天水路45号 日日只在台湾民众党党部 已经改建大楼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日志初期日本征用池塘原址作为建造总督府用地 并以大道成的陆军用地交换 所以牵贱于此 洪来国小 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在这里举行成立大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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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